高雄一名女子陪母亲前往接种站施打莫德纳疫苗之后 母亲当场严重头晕 现场工作人员却只叫她把母亲带回去休息就好了 在女子不断的坚持下 工作人员才肯帮忙量血压 结果一量血压竟然飙破200 更离谱的是现场没有救护车 是用轮椅将母亲推到附近的急诊就医 也让女子觉得很夸张 现场就打完诊 就头晕了 你现在感觉怎样 现在就是昏昏的 妇人戴着口罩躺在床上 这个人看起来非常不舒服 她在打完莫德纳后 突然出现严重头晕症状 但现场工作人员处理方式 却让陪同亲王的女儿相当傻眼 我说要那么休息一下 她现在很不舒服 你们现场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吗 才有人叫人来 高雄这名吴小姐抱怨 13号中午带着65岁妈妈 前往接种站施打疫苗 在观察期间 妈妈突然强烈头晕 但工作人员却只叫她带着妈妈回去休息 实在她坚持之下 工作人员才帮忙量测血压 一两可不得了 妈妈血压竟然飙破200 直接推去 她就是这么讲 我心里想没有救护车吗 轮椅就推着走了 我妈整个往后倒 我当然就是扶着我妈的头 最夸张的是 现场竟然没有救护车 吴小姐和医护人员就顶着艳阳 一路推轮椅把妈妈推到距离大约200公尺的医院 吴小姐也质疑 如果半路妈妈昏倒谁来负责 这样的处置方式是否有舒适 因为考量到及时性跟急迫性 所以就在场站之内 然后以轮椅的方式推送5分钟之内到达 也马上联络了 就200公尺左右的信和医院 这一部分的基层室待命 另外卫省局也表示 每一个疫苗接种站 都有专业医护人员注点服务 来应付紧急状况 希望民众能相信专业 只是打完疫苗 有人出现不良反应 现场处理方式却如此松散 也难怪家属看了无法接受 记者程序 柯晨浩 高雄场报导